我們都還蠻喜歡吃巧克力 或是一些甜點這樣子 然後因為巧克力它其實也 吃起來會讓人家有幸福的感覺 那我們就想把這個幸福快樂感覺 帶來嘉義式這樣子 本身喜愛巧克力的黃英傑 身為嘉義人卻發現嘉義少有精緻的甜品店 因此決心學習巧克力的製作方法 並與女朋友到處品嘗巧克力 如今成功的在嘉義開設第一間巧克力工坊 一些在定特色 像是阿里山的茶類或是梅山的梅子 那這些是主要就是要讓 其實就是把它變成一個獨特性 他們每次都會定期推出新品 所以還蠻受到個人的喜好 一開始開店的過程中 而為了使巧克力的口感達到最佳狀態 在學習掌握調溫 以及為巧克力貫獻的技巧上 也下了不少苦功 製作一道巧克力 需要好幾道手續 常常就是把巧克力倒掉 辛苦應該是會啦 但是興趣嘛 因為剛好有興趣 然後把興趣變成是一種工作的話 換個想法想 就其實比較不會那麼的累 那每一種口味就是需要細細的去品嘗 所以我們在吃巧克力就是會吃到太多變胖這樣 黃英傑和林采榮懷著對巧克力的熱情 以及對夢想的堅持 利用創意結合嘉義在地食材研發新口味 將巧克力的幸福口感傳遞給更多人